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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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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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辞赏投降后为父报仇而尽灭关世家 按照三国志等史料推测 关于家族在蜀汉投降后惨遭灭闻是可信的 因为这在三国时期是非常盛行的事情 赤壁战前孙策孙权兄弟多次起兵攻打经州江峡 并于公元208年 housingnier们 原因便是黄祖杀害了他们的父亲孙姊卫略 也记载夏侯霸年经时 时常因为其父夏侯渊为皇忠斩杀 treatments 故事要为父报仇 这方面没有类似记载 这与蜀汉方面的政权文化有关 蜀君将领先济天下满怀家国之情 并不过于计较私人恩怨 正像后主对夏侯爸解释的那样 亲父自欲害于行兼耳 非我先人之手刃也 虽则如此 后世对于关羽张飞欲害仍然纷纷不平 罗冠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 可以交代关羽之子关心和张飞之子张包 都参加了一陵之战 为各自的父亲报仇 演义里的情节是当时尊权 为了避免战争 用沉香木匣装成张飞的头颅送还蜀房 同时把杀害张飞的张达范姜 穷于剑车之内交还蜀君 先主让张包手持力刀 凌迟张达范姜以张飞吃脸 关心此后在战场上斩杀武将潘张 并夺毁青龙烟月刀 实现未复报仇的夙愿 历史上完全没有这回事 废一是诸葵亮身后的三位中接班人中 唯一一位经过完整历练的首席扶赠者 在他之前的讲完 是由于诸葵亮在两军阵前 突然去世而临危受命 从刘府长使到尚书令的短暂过渡之后 便接任大将军陆尚书市 在他之后的姜维则是长期负责蜀汉军务 姜维虽然于公元247年 获得与大将军飞一共陆尚书市的权利 到公元253年 飞一遇四十已有六年的陆尚书市经历 但这期间他主要经历用于带兵打仗 并没有独立处使国事政务的经历 政务工作经验严重不足 始终是制约姜维在履行重大政治使命中的短饼 尤其是在施政后期 姜维对于政权内部局面根本无力掌控 致使政治上出现一系列重大而棘手的问题 费一长期从事行政事务 从早期的太子树子到皇门侍郎 招姓校尉市周 公元227年 诸葛亮受命出师 决定把费一带到汉中前线 而让秉新公亮的董允接替市周 费一在前线历任参军 中护军 司马等职 也主要是从事文职工作 并不直接率军打仗 当时大将魏严和丞相 长使 杨仪关系不目 时常发生冲突 通常情况下是由费一出面调解 压抑火器 平息矛盾 诸葛亮临终之前留下遗嘱 建议由蒋婉接管政务 而以费一为第一候补人选 在蒋婉升任大将军后 费一随即出任上书令 两人分主内 外 故为政治搭档长达13点 诸葛亮去世之后 蜀汉政权内部出现了 古代史上非常少见的和谐共治 这种局面与此前正是无巨细 贤决与亮的情形完全不同 而是几位众臣共同辅政 围绕天子决策相互写作 和中共计 正如古书所言 公亲向与和而修正事 类似于所谓的共和 公元2466年蒋婉去世 蒋婉则于下一年晋升魏将军 与大将军费一共路上出世 由此形成新的辅政团队 费一与姜维相辅共事 一直持续到公元253年费一与子 自后姜维先是被家都中外军事 后来升任大将军 期间先后担任上书令的分别是 吕毅 陈底和董绝 期间一直是姜维在外领军 上书令在朝修改 只是在陈底担任上书令期间 姜维本人品质排在陈底之上 但他常率重在外 西亲朝政 而陈底上城主旨 下街烟树 申见信案 其权力更重于姜维 这是蜀汉史上一个不多见的反常现象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姜维和陈底之间 具有很好的合作 并不介意彼此带朝堂上的权重 陈底去世后 为将军诸葛瞻 上书令董绝获得平商术士权利 事实上形成姜维 诸葛瞻和董绝共同辅政局面 他们三人在北伐战略上存在分歧 合作得不能算得很好 但是并没有形成捧党之争 更没有出现政治清洗 其基本局面仍然是和中共计合而不同 公元二四三年 姜维奏奏紧后主同一把蜀君主力退迁服献 此后出现古代史上罕见的权力寿长 费一先是接任此前由蒋婉担任的大将军陆上书士 兴使之战后 姜维又一再坚持 把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职务一周刺史也让给费一 东允则以适中的身份兼日上书令 作为大将军费一的副手 仅保留大司马一职的蒋婉于两年后去世 费一完全接管权力 成为继朱滚亮蒋婉之后的蜀汉第三位首席辅政大臣 蒋婉去世的第二年 费一又把蜀君总部由福县赴迁回汉州 蒋婉去世后 后主刘禅升任姜维为魏将军 与大将军费一共录上书士 魏将军是两汉三国时期的重号将军 魏就是保卫皇帝 其本义是统帅中书位数部队保卫京城 位置极为关键 姜维升任魏将军时 蜀汉标起将军 车骑将军 暂时控决 姜维在军中地位仅次于大将军费一 后主赋予姜维与大将军费一共录上书士的权利 就是让他与费一共同决策国事要务 大致相当于政务院常务副首相 位置仅排在天子大将军之后 为蜀汉政权的三把手 三国演义 有一把姜维描述为诸葛亮的爱徒和准接班人 原因应该是在诸葛亮身后的三位当家人中 只有姜维是刘备诸葛亮富汉理论的正统继承者 在《荆巨七星灯》里 诸葛亮私下称呼姜维为贤徒 姜维则称丞相为恩师 但是各种史料都没有师徒关系的记载 如果姜维算是诸葛亮的贤徒 那么姜维、费一和马素、东云等 都可以称得上是诸葛亮的好学生 按照正史记载 对姜维影响最大的是东汉辱学大师郑玄 郑玄是正统的天命思想步道者 他认为柳汉王朝是天命赋予永恒不变的 因而绝对忠诚于大汉王朝 积极维护中央集权 反对地方割据势力 这便完全集合了蜀汉政权 五四二帝宫行天法的基本纲领 与诸葛亮关于汉贼不两立 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理念完全一致 因此将为在任何时期任何政治环境下 始终坚持五四二帝宫行天法基本政治纲领 时刻牢记汉贼不两立 王业不偏安的政治医学 坚韧不拔地排除各种阻挠 其是鲜明地坚持蒋帅三军北定中原 失智不移地朝着新富汉室环于旧都的政治方针 进行着各种执着的努力 在蒋婉费一施政的二十年间 蜀汉方面主动发起所有北伐征战 除了一次由马代率军之外 其余所有战事都是由江维率军发起 江维是西北人自以为熟悉雍两一带的风土人情 又自视敏于军事 因此时常考虑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力量控制陋西 并以陋西为基地兵出关中 公元二四七年蜀汉文山郡的平康县发生少数民族叛乱事件 由江维率兵予以平地 此后不久曹魏境内的雍州 梁州等地 出现了江湖族人被卫降蜀事件 江维率兵出拢幼予以接应 与卫幽周刺史郭槐 陶蜀护军 夏侯坝 战于陶西 湖族首领白虎文 智吾代等帅部降蜀 江维将其牵制蜀境 被移于公元二四四年 率军北上抗击曹爽范边 通过主导兴世大捷在三国历史舞台上有了一个精彩亮相 但在诸葛亮身后的蜀汉事业接班人中 费易在军事上却是最保守的 江维每次出师北伐 费易给予的兵力都不超过万人 费易还时常对江维说 五等不如丞相一元矣 丞相又不能定中元 狂五等乎 且不如保国之民净手设计 如其工业以私能者 我以为西纪侥幸而绝成败于依据 若不如智毁之无忌 我们比诸葛丞相都相差得很远 诸葛丞相尚且没有能力实现北定中元 关于旧都的伟大理想 更何况于我们 所以我们还不如闭关自首 宝静安眠 能够守住眼前的疆土就可以了 至于先帝提出五四二帝 功行天法伟大理想 还是安安生生的等待天惨出现 我们都不要梦想会有奇迹出现 千万不要希望 有什么侥幸出现而必其功于一役 如果不清醒这一点 那么后悔就来不及了 公元250年江维再一次率领军队 深入梁州腹地 到达西平郡 由于兵力所限 这次北伐同样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但是在这次征战中 却有一个看似无关紧要 实则对此后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收获 江维征战中俘获一个名叫郭秋的魏国中郎将 按照魏史春秋记载 素有夜行著名西州 江维节之 修不为曲 表明郭秋这个人在梁州一带有所作为 具有一定的名气 而且在江维俘获他的时候 他开始并没有为之所屈服 但最终还是归降于蜀汉 而且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郭秋在降暑第二年 便得到火箭式提拔 由曹卫方面的一名普通中郎将 迅速被着身为蜀汉政权的左将军 并很快在蜀汉政权积极滔天巨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